車輛開在東信路上 望遠望去 相隔十幾公尺就有一根電桿 甚至這三根電桿相鄰著 讓當地居民體長相當困擾 那你看這一支 這個電線桿 這三支電線桿 它是在道路上 那紅線在標誌的時候 會避過它 那導致車道內縮 那變成說 外車道就要切換車道到內車道 所以說這行車安全就不OK 因為它都會擋到店家 另外住家都有 或者都是交通 或者都是佔用一些公有地 那未來如果說地下化的話 可能也可以疏解這個問題這樣 不只電桿林立 天際線相當雜亂 政府推動東明路東信路 電纜地下化工程 市長謝國良協同公務處長陳耀川 台電基隆區處長陳俱虎 前往現場會刊聽取簡報 能夠清空的話 我想對整個市人 對整個環境 應該是會有一些幫助 不過里長這邊要協助 讓市長電電箱的安住 這都是我們各地的里長 或者社區的代表 在合作的時候很重要的 一個地方的協助思想 市長謝國良說 電纜地下化是它重要政見 雖然東明路和東信路 都有五百多公尺未完成 但市長府會和台電合作 加速推動 電纜地下化我覺得 是一個城市 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 很重要的一個需求 而且基隆其實很多地方 風景也很好 但是呢 只要能夠把這個天際線 就是這個電纜的這個地下化 逐步落實的話 那我覺得基隆一定會變得更好 那這也是我重要的政見 我記得我在最近的很多 相關的政策論述的場合上 都有提到電纜地下化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工作 所以未來的話 我們就是要逐步的來完成 那校一路已經完成了 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看媽店那邊 就可以實際看得到效果 那校三路 東明路 東信路 以及基隆各個區域 我們都會畫設一個旗程 來把它逐步完成 一同到場會堪的 台電金融區處處處長說 市政府和台電合作 推動電纜地下化計畫 已經超過十處 未來會協助市政府繼續推動 那麼市政府也願意 編列預算來支援 這個是一件好事 不過在地下化的過程 包括技術面 還有這個在施工交通維持面 還有民情面 就是有很多配電設備 必須得要落地 得要落地 所以必須要有很多位置來擺放 那麼這個 以往的經驗 市府跟民意代表 都給我們很大的支持 那麼剛剛市長 那個問到說 如果 好了以後 那麼 除了交通的維持 我們可以說是半半施工 而市府推動東信路 電纜地下化工程 市議員何淑萍 韓世玉也到場關心 那請我們台電他們 在慎選這個電箱的時候 一定要跟我們當地居民 一定要充分的溝通 那除了他剛剛講的半半施工之外 也希望就是整個工程 也不要拖太長 就是盡量在這個 不影響市民的交通為主 在這裡 安全跟交通為主 好 那讓我們下地了以後 人車通池方面的話 會相對的比較寬裕一些 讓我們行人的話 大家走的話 也比較安全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這邊的話 其實長期有所謂的 路面下線的問題 所以說如果在下地的過程當中的話 是不是可以將一些路段 有幾個路段 它其實是一直有 鋪好以後 又下線 鋪好以後下線 是不是可以把它打開看看 是不是有勾底過程的部分 請其他的單位 比如下水道 一起打開 把它修復完成這樣子 市長謝國良感謝台電 協助推動電纜地下化作業 承諾市政府會編列配合款之音 讓東信路、東明路 電纜地下化能夠早日完成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